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在十二星座里有个星座是出了名的男驾驭 也是其他星座不敢轻易触碰的星座 当之无愧的是水瓶座了 很多人对水瓶座的第一印象就是很温和乖巧 所以丝毫看不出他男驾驭 那水瓶座到底为什么男驾驭呢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分析一下 水瓶座难以驾驭其实有三个原因 第一点 他刚跟你见面部署的时候 没有任何理由让你看到他有情绪的一面 因为对于聪明的水瓶座来说 那种行为很不合适 第二点 你不可能轻易就触碰到水瓶座的底线 而水瓶座的底线其实真的很低 比如说他们走在路上 有人很没有礼貌 惹了他们还骂他们 虽然他们会生气 可是这个时候他们竟然笑了 而且还觉得你好有趣 有可能还会觉得你发脾气的样子 真的好搞笑 这神奇的脑回路 可能是你莫名其妙地把水瓶座做了一下 但是水瓶座觉得不疼 他根本觉得无所谓 也不会跟你计较 当他的底线被打破了 最真实的情绪瞬间开展后 你也别想好好过日子了 因为他们会时刻和你作对 简单来说他们根本受不了 他们经常会发脾气 一点也不会再忍受你 他们脑子里怎么想 你觉得你永远无法走进他的心 他们总是很容易迷失自己 想驾驭他们真的太难了 水瓶座看起来很温柔 而且说话也很随意 但是他们却是很固执 别人的建议只会在表面上被认可 然后看似非常同意 实际上他们会坚持自己 并坚定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 第三点 如果你想和水瓶座在一起 那么就要做好受虐的准备 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 有爱心 有包容力 这样你们才有可能走在一起 他们非常容易依赖一个人 但是只有他最亲近最幸运的人 才会感受到他的依赖 水瓶座真的很有自己的个性 非常独立 爱情从来都不是水瓶座的唯一 因为他们从来没到那种 没有水就活不下去的地步 就是因为这种态度 所以水瓶座很有自己的性格 爱就是爱 敢于对抗世俗 然后与所有人对抗 和水瓶座谈恋爱体验真的很棒 因为水瓶座太有趣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